大家好,我是柏豪 今天挑戰的職業是一班雇員 那還是一樣挑戰失敗 今天主要感謝的就是 主辦人,冠軍哥跟蘇伊姐 感謝他們辦這次的活動 讓我可以參加這樣子有意義的活動 還有一個要感謝的是小倫 他在遊戲中其實為我解惑了許多 非常感謝這三位 今天一開始也先提醒自己 目標是什麼?不要掉到遊戲中 雖然是這樣告訴自己的 可是依舊沒有跳出老鼠圈 在今天的活動中 一開始就踏到生小孩這一個 然後不久又失業了 而且今天失業的次數 大概算一算有快十次了吧 還是十次了 由於上次的遊戲中學到冠軍哥說 一句缺什麼補什麼 那所以這次呢 我就秉持這個原則 再練習 所以我缺資金一開始我就先 補資金 可是我的支出一直居高補下 而且沒有趨緩 一直到最後其他玩家都結束遊戲了 整桌就只剩我一個人在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就會想到說 人生也是一樣的 沒有人會一直陪伴在你身邊 你就是一個人來一個人走 但是一個人也不可以放棄 因為機會總是存在的 彭于燕也說過一句話 拼了命 訓練一顆強大的決心 那 這麼多人 這麼有能力的人 這麼有名的人 他都說 要訓練自己一顆強大的決心 也就代表 不放棄機會總是存在的 生活中遊戲裡的遭遇金錢的問題 事實上都是磨練財商的契機 要不斷充實自己的財商 來提供自己更多的方法 選擇克服這樣的老鼠圈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謝謝